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昨天咱们说了广州海珠区发生暴动 抗议那些被封的居民走出家门 把所有的围党都给拆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广州海珠区因疫情风控已发抗议 照我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抗议了 抗议那是一个游行示威表达诉求 这叫抗议 但是昨天我从各个视频所看到的是 那非常的暴力 对抗非常的激烈 你看这个图片 把这些伪党全部都给拆了 已经是有点失控的意思了 我更加倾向于把这种事件的性质 理解为一个暴动 抗议地点多为城中村 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农民工 起因是不满风控影响生计 要求政府减免租金和派发食物等等 那么在这里有网友给我爆料 说了其中的细节 他关注这件事情 关注的更加的细致 他说老黑啊 海珠区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昨晚发生暴动的区域 主要是康乐陆江一带 这里居住的又以湖北 天门 荆州 坚利等江汉平原地区为绝对多数 该地区主要从事服装制造业 加工作坊 小工厂 数不胜数 从事这一行的人 除了老板之外主要是普通的打工平民 没日没夜的干活 但是收入是很低微的 仅能够自己和家人平时开销 根本就经不起风控的折腾 你说到这里啊 昨天还有一个网友他跟我诉苦 他说老黑啊 怎么能搞点钱呢 现在信用卡都快逾期了 马上就要上这个不良信用记录了 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能怎么说呢 政府他所制定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法律 法规 给你引导的各种各样的风向 允许你做什么 不允许你做什么 这往往都是为了让你心甘情愿的当韭菜 当阳明 去当机器人 去当人肉电池 你必须打破他们的规则 包括前两年央视不断的带风向 我就挺烦的 说什么打击什么比特币挖矿 是啊 比特币在500的时候就说 开始打击比特币 打击区块链 结果那些红色家族 他们自己敲敲的买比特币 自己敲敲的转移资产 就是不让老百姓去做 但是他们自己去做 所以说想要改变现状 必须要打破某些现有的规则 在这里稍微给自己打个广告吧 你不一定发财 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区块链 最近我挖了一个手机做节点的挖矿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在这里我可以把这几期视频放在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简单来说 这就是一个手机做服务器的 现在目前来说 已经有45万个节点 就是45万个手机在做服务器 这个项目的名称叫mini码 公布在英国 然后跟爱立信和沃尔沃是达成了合作 融付了大概1600万美元 明年第一季度应该就会能够看到价格 保守估计大家每天挖一个币应该最少是10美元左右吧 如果说赶上牛市的话可能会达到100美元 具体怎么去注册下载安装我这几期视频呢 讲的是非常详细啊 也算是给大家扩展一个新的领域吧 有一点大家放心啊 这不是骗局这从头到尾呢不会让你去收钱啊 你去多花个几小时去了解一下 这不是坏事 这个广告呢 有心去探索未知领域 想去改变现状的呢 可以去尝试了解这个区块链的一些信息 当然了如果说不喜欢的呢 还请多多包涵啊 咱们继续聊这个广州海珠区的事情啊 14号晚至15号凌晨的暴动 是这些湖北打工平民工啊 在近20天的封控以后啊 不满情绪集体爆发 这个广州海珠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已经有抗议了 上一次还比较温和 这一次就是非常激烈的 这爆发的原因很简单的 因为他们连基本的生活 甚至说生命都受到了威胁 昨天还网传孕妇啊 生产 结果就这不来 结果就辅掉了 说那个事情连导国所都算不上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了解这条新闻 真正引发集体暴动的 是因为政府的强力风控 而物资供应又混乱不堪 有些大白竟然趁机摆摊 卖高价肉 还有卖那些高价的水果 发湖北人的国难财 而且更气人的是 本地的广州人优先供应 那么这个时候生活在城城村 那些湖北人会认为自己啊 被当成下等的贱民啊 被歧视了 所以说就引发了大家的不满啊 很多人拿不到物资 或者说只能够高价买物资 那些拿不到物资和穷的买不起物资的人 已经开始吃不到东西 开始饿肚子了 开始饿肚子 这就是生命受到威胁了 他们肯定去无视那些规则了 你什么防疫 你什么风控 我现在我眼瞅着 我要饿死了 这个时候 我要是还不把你这个围党给拆了 不把这个围墙给拆了 那就真的成了韭菜了 暴动的时候啊 网络舆论竟然有大量的广州本地人谴责 甚至辱骂湖北人 不守防疫政策搞破坏 这就冲演了 这不是历史就冲演了 这是前年的2020年的事情又冲演了 那个时候湖北发生大购模疫情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都开始歧视湖北人 包括有人在上海开着车 车牌号是湖北的 那都要被歧视 像这种广东人歧视湖北人 当然了 我不是这所有的广东人 我也有很多广东的朋友 他们人都很好 根本就不会歧视 但是这一次感觉就有点刻意带风向了 你想想湖北人他们的心态 先是歧视 然后再被冤枉 说他们搞破坏 这不是加剧人群中的分裂 咱也不说什么不同种族 不同地域的人了 那都是说着汉语的 那都是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睛 是吧 这故意搞分裂吧 你看这一次广东人跟湖北人的梁子 又是结下了 而且这一次暴动事件 感觉中共他在这中间又在引导舆论 转移矛盾 因为他们又成功的使底层的韭菜之间 屁民之间互相撕裂 互相戕害 这是中共的一贯作风吗 打一派 拉一派 这一次是打哪一派 打湖北这一派 然后拉广东这一派 让老百姓人人之间参与互害 使他们个个都原子化 没办法团结起来 其实不管是广东人还是湖北人 应该能够搞清楚 让你们吃不上饭 让你们生活过得艰难 让你们的工厂无法开工 这都是因为中共的防疫政策 咱就不说湖北那些基层的打工的 有很多老板是广东的吧 因为很多广东人在改革开放之初 因为涨房价自己成了包租工了 因为地理上的便利 人力资源上的便利 行政资源的便利 可能广东人他们创业 可能会获得一些优先的资源 在这里很多广东的老板 他们也有这些外地的员工 你的公司 你的工厂开不了工 这不仅仅是那些外地人 他们受损失 那些广东的老板 他们也受损失 这是广州海珠区爆发 这个暴动 真实原因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事情还在继续 对于中共来说 肯定是要大力的去镇压维稳 他们花了这么多钱 全世界最为庞大臃肿的维稳机器 暴力机器 他们此时此刻 难道说是吃干饭的 肯定是要干活的 肯定是要镇压的 但是能够镇压多少次 这就不好说了 前一段时间就是广州海珠 这次又是广州海珠 还有其他的什么湖南珠州 到处都有事 以前是零零星星的 现在是快连成一片了 压不住了 快压不住了 而且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习近平跑去跟拜登去开会去了 你想想习近平一出门 马上就后院失火 那你想想想 趁机闹事的人还有多少 包括那些中共高层 他们服习近平的统治吗 也不服 很多人也想瞅机会 那么以后对于习来说 可能就是说 连出国都不太敢出国了 你看历史 当初毛泽东 他敢出国吗 他就不敢出国 就去了一次 莫斯科 然后还被斯大林甩脸刺 斯大林还处处不爽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就再也不出国了 为什么呀 一出国可能就会后院起火 你想想毛泽东手下那些军头 邓小平 叶剑英 还有林彪 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呀 他们谁服毛泽东啊 都不服啊 但是必须得演戏呀 毛泽东在 他们就不出事 毛泽东一走可能就会出事 那么这一次习败会啊 刚出门 广州海珠就暴动 那么以后啊 对于习来说 可能连门都不敢出了 好吧 那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